这绝对是最好看的美剧 9.2的高分 就知道它不一般 看过的人都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有的人感动了 有的人看哭了 假如不好看 你来打我 故事要从美国的西海岸讲起 上一秒人们还在愉快地玩耍 下一秒却都不约而同地看向脚下 什么个情况 到底怎么了 这时 男主也注意到了 他赶紧起身观望 一瞬间护栏边就围满了人群 原来 海水消失不见了 众人们也是一脸的疑惑 就在这时 安全员暗响了警报 双眼直视着对面的海浪 男主发现不妙 躺起孩子迅速朝岸边方向奔去 场面瞬间一片混乱 人们吓得拼命奔跑 还没几秒钟 海浪就快要湮灭游乐场 摩天轮上的男人用手机 记录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刻 人们如同蝼蚁般狼狈而逃 此刻海浪就近在咫尺 男主赶紧把孩子放进餐车 安全员已经绝望 等待死亡的到来 危机关头 男主迅速跳进了餐车里 海浪立马涌来 一场不可避免的天灾 打破了人类的安妮 男主在水下不停地翻滚着 半个小时后 他抓住一根电线 看到小男孩抱着电线杆 他急忙游下去接应 就在他游到小男孩附近时 突然急流冲走了男主 两人没能拘到手 男主大喊 让男孩抱紧电线杆 然后游到一旁休息 可男孩早已筋疲力尽 见此情形 男主赶紧扑过去 钻进水里抓住了小男孩 一手抱紧男孩 这才把他救下 随后两人慢慢顺着流水往下 爬到了一辆消防车上 而此时 第二波海啸也快要到来了 假如你知道灾难要来了 你会怎么做 小俩口正在摩天轮签订 离婚协议书 突然 远处的海面上卷起了大浪 男人见状赶紧抛出手机 把这惊心动魄的一刻 来了个现场直播 就在男人播得津津有味时 百米高的巨浪呼啸而来 狠狠地拍在了摩天轮上 男人一个没抓稳 后脑勺拍在了玻璃上 转眼间海水就淹灭了半个摩天轮 男人失血过多 躺在上面一动不动 危机关头 一群消防队开着气艇赶来 他们快速朝摩天轮方向驶去 女人看到赶忙求救 并表明了上面有人受伤 气艇迅速靠近摩天轮 决定营救方案后 消防员爬到摩天轮 他们必须在第三波海啸来临前 把所有人救走 可就在放下人员时 突然摩天轮发生了清醒 大火被吓了一条 好在没什么大碍 他们争分多秒朝上面爬去 很快就来到受伤男人了 在了解完男人的情况后 消防员有了方案 就在这时 摩天轮再次发生清醒 很幸运事故没有发生 大壮告诉队长 可以先送下去一个人 但受伤的男人行动不方便 需要派直升机来搭救 一阵折腾后 直升机也到了 男人成功被运走 突然 队长发现前方漂流物快要撞来 大壮和队友跳下摩天轮 几人在摩天轮倒塌前成功离开 顺利地完成了这次的营救 另一边 巴克和男孩还被困车厢 就在这时 他听到有人喊求救 在确认方向后 他安顿好男孩 翻倒了消防车上的云梯 然后带上一捆水管 英勇地去救女人 没错 他要去对面救这个女人 原来男主也是一名消防员 他跳到水里 然后慢慢地游到对面 把水管的另一头捆在了树上 在呼喊女人现在把手松开 他这是在做什么呢 原来他把水管横在水流上 让女人游下来是可以抓到 在一阵的折腾后 巴克救下了女人 他准备歇一回 小男孩好像看到了什么 巴克扭头一看 又是一群需要帮助的人 他赶紧嘱咐女人帮忙照看孩子 然后二话不说就去救其他难民了 还是刚才的那个方法 十分钟后他成功救下了所有人 这就是消防员的精神 他们是伟大的 他们值得我们学习 可是天灾人祸 指挥中心那边又接到通知 第三波海啸又来了 许多人被冲下水 巴克赶紧伸手去接应 突然 漂流雾撞击了车厢 小男孩不幸落入水中 等巴克反应过来时 以为是已晚 小男孩生死未卜 巴克是否能找到那个小男孩呢 这是我见过最惨的车祸 几十辆轿车连环追尾 路边的电线杆被撞倒 场面一片狼藉 车门被卡地从车窗爬了出来 而造成这场事故的源头 始源于一场自然灾难 没错 你没看错 整个滨海城市都被淹了 很快海水就溢了一地 黑姐站在车上看了看 那个倒掉的电线杆 不好 要出大事 果不其然 一个白领男瞬间就领了河饭 黑姐的女儿差点就下车踩到水 还好她及时制止 瞬间场面变得不可收拾 车上的人伤的伤 地下的人死的死 原来黑姐是个消防员 她赶紧打电话到总部 汇报了这里的情况 让水电局赶紧断电 与此同时 海岛这边已经被洪水淹没 消防员们开着汽艇到处寻找幸存者 这时远处一个女人在喊求救 他们赶紧靠近帮忙 进游艇里一看 一对父子被钢管刺穿了身体 两人被穿在了一起 消防员迅速观察情况 设定营救方案 钢管刺穿了上面人的肩膀 下面一个被刺穿了腹部 直穿到船顶 而且船还在进水 要救下他们必须先将两人分开 随后 消防员用切割机切断钢管 先将他儿子救了出去 这时洪流又冲来 很快就流到了游艇这边 事情变得越来越难 要想救下老头 就必须到水底割断钢管 此时老头已经没了呼吸 他们给他做了心肺复苏 一阵的折腾后 老头有了气息 水下的钢管被切断 父子俩成功获救 而弄丢兄弟孩子的巴克 此刻还在四处寻南海黄毛 听见一旁有孩子被押住求救 赶紧让众人帮忙 结果一看却不是兄弟的孩子 一个长矛告诉他 黄毛跟一群人去了难民区 得知消息巴克迅速赶去 直到晚上他还是没放弃 还错认了别人的孩子 他再一次的绝望了 手臂的湿血差点没让他晕倒 包扎好伤口后 他继续寻愿 向医生询问也没得到结果 兄弟大壮来到难民区 不巧看到巴克 面对兄弟的质问 巴克不知道如何回答他 就在巴克还在苦苦述说时 大壮看到了对面的黄毛 他跑过去一看 真的是自己的孩子 此刻巴克的心终于也有了着落 同事们问他怎么了 他也没有回答 看到黄毛平安无事 他终于放心地倒下了 一辆汽车被开到悬崖峭壁 正好卡在一棵小树上 只要稍微移动可能就坠崖 但幸运的是车上没有人员伤亡 可要安全上去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消防员降下来打了一下脉搏 女人属于昏迷状态 了解完情况后 队长立刻有了解救的方案 他们先给车子加上安全声 就在这时 突然车体开始下滑 上面的人赶忙拉紧绳子 还好有安全绳拉住汽车才没有掉下去 队长得知汽车下降6米 还发现了地面开始塌险 原来地面过于松软 支撑不住太重的东西 他赶紧命令手下一开救护车 及所有不必要的设备 尽量减轻悬崖边的重量 一阵折腾完 两名消防员继续靠近汽车 危难之中雄大提出先救地底 自己要展现大度 假装镇定安慰弟弟 女消防员抱走熊二 系好安全绳后 上面的消防员慢慢往上拉 两人顺着悬崖缓缓上升 熊二被成功救上来 但熊妈就不好办了 熊大神情开始紧张起来 他们要把熊妈放进救生栏 在这难熬的几分钟里 熊大开始与内心做斗争 不过熊妈还是安全地被放进了救生栏 熊妈被成功调上来 现在只差熊大了 就在这时 地面再次塌险 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 关键时刻 消防员抱住了熊大 赶忙汇报情况 收到消息大撞割断汽车安全绳 一辆精美的越野汽车就这样报废了 熊大成功获救 劫后余生 兄弟俩拥抱在一起 母亲得知兄弟相互帮助非常的欣慰 但并非每对兄弟姐妹都这么合理 这对姐妹因母亲的分配遗产不公 女人只因偷戴了一下戒指 手究竟变得如此的肿大 活生生的鲷鱼跑进嘴里还有救吗 男人未把照片拍得更美 假装生吃鲷鱼 却不小心变成了生吞鲷鱼 结果 他被卡住喉咙晕死过去 妻子赶紧拨通紧急中心电话 接到电话消防员立马赶往现场 此时的男人已经奄奄一息 队长快速向他妻子了解情况 经过一阵观察 消防员断定他是气到被毒 所以导致他瞬间缺氧脉搏持续下降 必须尽快取出鲷鱼 否则很快就会窒息身亡 设定好营救方案后 他们把喉镜插进男人嘴里 而鲷鱼双骑是有倒钩的 强取可能会损伤后部 可气管已经完全被鱼塞堵住 最后他们决定用钢前强取 这是最直接最快的方法 慢慢的鲷鱼就被拉了上来 小伙看到直接恶心到呕吐 很快 男人就有了气息 劫后余生女人感谢万分 消防员们成功完成了这次的营救 可接下来的救援就没那么容易了 一群极限爱好者在跳伞过程中 不幸被挂在飞机上 飞机上不上下不下的 感到现场的消防队对此展开了分析 原来男人被撞导致跳伞失败 并且处于昏迷状态 飞机上除了驾驶员外 还有两名极限者 了解情况后 队长立马和驾驶员联络 他们要在飞机降落的同时解救出男人 沟通好后他们开了一辆消防车 两名消防员在车顶准备接应 然后让飞机靠近消防车 你以为他们一次就能成功吗 这是不可能的 就在两人准备接住男人解开绳子时 由于飞机飞得太高太快没能接住 想想这的确是挺难的 不管哪一个都要刚刚好 没办法他们只能再来一次 没想到这次真的成功了 所有说不管做什么事要想成功 都必备三个因素 那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可偏偏就有的人要对着干 结果 却闯了大火 当一个人被超负荷的旋转会死亡吗 这是一场刺激的挑战直播 他们让同伴坐在木马上用摩托车动力快速旋转 在惯性的作用下 木马的转速越来越快 刺激的感觉让他们迷失了自我 根本就没察觉到这一行为带来的后果 随着轮胎摩擦的越发增强 终于 摩托车着火了 两人商量准备关掉油门 可同伴又胆小 眼看转速变快火势变大 再这样转下去怕他是要原地起飞 然而他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转 可恶的是两人竟然还跑了 等消防员们赶到时 木马还在不停地旋转 消防员们见状迅速展开行动 扑灭了摩托车上的火苗 接着他们逼停旋转木马 可木马上的小伙就惨了 只见他瞳孔增大昏睡过去 看到这一幕 消防员们也是一脸震惊 队长决定先把他抬下来 然后快速分析男人身体状况 男人眼球脱臼 所以造成眼球突出眼眶 由于高速旋转超负载 全身血液集中在脑部把大脑压破了 不过他只是昏迷过去 如果不立即降低颅压 他可能会中风甚至死亡 办法就是把生理眼水滴进眼睛 然后再用手把眼球复微 一阵折腾后 他瞬间就有了气息 接下来就是送到脑外伤医院 男人满血复活重建光明 画面一转来到了飞机场 一名工作人员被吸进螺旋桨内 幸运的是他却没有死 原来就在刚刚 工作人员在卸下乘客行李时 因为行李车装不去 一名工作人员抢过行李 直接就塞进了车头 没想到顶到油门车开了出去 在自动行驶了一段路后 来到了一架刚刚降落的飞机旁 紧接着指挥员被撞飞出去 小红帽看见赶紧冲过去帮忙 行李车方向被打偏后 挽起了转圈圈 见此情形 小红帽二话不说 开着巡逻车撞了过去 行李车瞬间被撞翻 就在他下车为此欢呼时 突然就被吸了进去 等消防员们赶到 没想到他还有气息 队长赶紧命人拆掉涡轮 当消防员把风扇片拆下时 却发现小红帽没有被大卸扒款 众人们合力将小红帽脱下来 虽然大家都为他高兴 但他们还是很疑惑 为什么他没事 这时 巴克从奖内拿出一堆垃圾 原来是几根高尔夫球干救了他 而就在这时 队长却突然流出了鼻血 两人第一次约会正准备要亲热 关键时候 女人却表示自己要上大号 为了避免约会尴尬 他不希望再发生关系时到了 完事后他喷了几下空气紧 这时 他发现大便没冲干净 于是又重新冲了一遍 结果 谁买一出 弄得一地板都是 就在他不知所措时 他看向了对面的窗户和一旁的毛巾 他要干嘛呢 原来他用毛巾吸干了地板 他打开窗户准备来个高空抛物 结果却扔在了室台上 郁闷的他伸手去抓 可又抓不到 无奈之下他只好伸出半身 结果还是够不到 突然室内的木板被踩掉 整个人就这样被卡在了窗户上 不管他怎么使劲 都没法挣脱 许久后男人没见人影 立马报了警 很快消防员就赶到事故现场 大壮从云梯爬到窗外 两名消防员在楼下随时待命 正巧那块脏毛巾掉了下来 踢开一看 两人差点就吐了 大壮在窗户给女人做好安全措施 一切准备就绪后队长命人破门 消防员了解情况后 他们直接把窗户给端了 不久女人获救 最后她也得到了忠实的爱情 而接下来的救援就没那么简单了 在救援行动中属于困难级别 一个小男孩掉进50英尺深井中 50英尺下是水铺 男孩卡在45英尺中不上不下 那她又是怎么上来的呢